关注国安预备队的消息 在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金行交手中 国安的预备队也输了 而且还是0比3的大比分 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 李志豪迎来了他加盟国安队之后的首次亮相 在昨晚的中超联赛中 国安老将周庭迎来了他职业联赛的第三百场比赛 对于周庭来说 这固然是一个荣誉 同时也是一个负担 毕竟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里 国安队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都没有合适的替补人选 已经年难 34岁的周庭只能继续苦苦支撑 在这个休赛期里 国安俱乐部特意引进了香港南华队的队长李志豪 在今天的预备队联赛中 李志豪终于迎来了他加盟国安以来的首场正式比赛 我要一段时间适应自己的状态 今天是第一场球来到 天气比较热 暂时都可以应付到一场比赛 在今天的比赛中 李志豪首发出战私职右后卫 在他出场的60分钟的时间里 可以看出这名球员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并且球风稳健 考虑到这只是他加盟国安之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这样的表现应该可以让人满意 不过在这场基本以年轻球员为主的对抗中 国安队最终还是0比3输给的对手 看得出来在后备力量的培养上 国安队已经远远的落后于绿城俱乐部了 对于这场失利 初来乍到的李志豪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们的队友很年轻 所以今天比较前一点 所以慢慢来 体育频道记者杭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